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大家好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每一个轻松笑容的背后 都藏着一颗咬紧牙关的灵魂 这么多年 见过成功的人很多 每个人取得的成就 无论大小 都自有道理 但他们却从来不会告诉你 在这背后 他们付出了多少努力 我一直很好奇 他们是如何做到 把握时间逆风翻盘 直到我看到了这两个故事 我就明白了 今天竹子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你会遇见谁 都是命中注定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 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 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 因你们而精彩 沈从文在编程中说过 凡事都有偶然的 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 结果却又如宿命般的必然 不管你相不相信 这世间万物皆有因果 祸福之间皆有缘由 世间一切都是注定 世间所有的相遇 都是命中注定 张爱玲曾说 于千万人之中 遇见你所遇见的人 于千万年之中 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 没有早一步 也没有晚一步 正巧赶上了 人和人之间所有的遇见 看似一场缘分 其实冥冥之中 自有定数 有缘的你赶不走 无缘的你求不来 就像宝玉和黛玉 初次欢喜地相遇 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 虽然未曾见过她 然我看着面晒 心里就算是旧相识 历经三生三世的牧师前盟 只有他们两个人懂 与他人无关 宝玉黛玉出见面时 宝玉走到黛玉面前 仔细端详 说道 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 贾母笑话她 又胡说了 你何曾见过 宝玉笑道 虽没见过 却看着面晒 心里就算是旧相识 仅是只做远别重逢 亦未为不可 而黛玉心里也觉得 好生奇怪 倒像在哪里见过一般 何等眼熟到如此 一个是浪愿先趴 一个是美誉无瑕 若说不是缘分 又怎么可能会遇见呢 若说有其缘 最终却是一场 净花水月 关于缘分 曾在书上看过这么一段话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一直守护着他的天使 这个天使 如果觉得你的生活太过悲哀 你的心情太过难过 那么 他就会化身成为 你身边的某一个人 也许是你的朋友 也许是你的恋人 也许是你的父母 也许是你紧紧见过 一面的陌生人 这些人 安静地出现在 你的生命里 陪你度过一小段 快乐的时光 然后 他再不动声色地离开 佛说 前世五百次的回眸 才换来今生地擦肩而过 相聚有缘 缘来缘去 缘深缘浅 却是天意 就像罗马假日里 安妮公主和报社记者乔 糊里糊涂地相遇 幸会 今晚你好吗 即使这世上 很多事注定没有结果 但那浪漫的一日 足以抚慰 剩余的人生 就像钱钟书和杨将 决定携手一生的寄予 遇到你之前 我没有想过结婚 遇到你之后 我结婚 没有想过和别人 我与你 始于一见倾心 陷入 相濡一末 终于 岁月长情 人生 其实就是一场盛大的相遇 每一次潜意识地转身 每一个不经意地回眸 背后藏着深深的根基和姻缘 有人陪你一生 在寂寥的深秋里漫步前行 让你余生不再孤单 有人陪你一场 只为在你生命中留下一抹痕迹 然后匆匆离去 你会遇见谁 都是命中注定 永远不要责怪你生命中的任何人 这个世界 有爱你的人 懂你的人 自然也会有恨你的人 伤害你的人 于是有人说 要是当初晚一步 就不会认识 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和后果 可这世间 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遇见 每一个出现在你身边的人 都是来度你的 爱护你的人 带给你温暖和安全 教会你感恩和付出 欺骗你的人 让你经历一些事 看清一些人 教会你成长和经历 打击你的人 让你明白自己的不足 即使在低谷中 也有砥砺前行的勇气 这些挫折 沮丧和苦痛 都是人生的一种历练 逃不过也躲不了 但无论结局 是好是坏 在这个过程中 你的眼界有所进步 格局有所提高 对自己和世界 有更清晰的认识 最终 让你变得更笃定 更成熟 更有底气 去迎接未来 我想 这就是他们 带给你人生 最大的意义 所以 请不要去责怪 生命中的任何人 有云 昨日种种 譬如昨日死 今日种种 譬如今日生 相遇 是一场美丽的意外 遇见的人 形形色色 我们要做的就是 学会善待 你所遇见的 每一个人 感恩遇见 不负不切 人生最好的活法是 活在当下 多少人这一生 一边拼命追求完美生活 又无时无刻 不再后悔 假如可以重来 可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没有 未不先知的能力 很多事情 我们无法掌控 苏东坡一生 起起落落 不停遭到变折 身陷贫穷与压抑 晚年 最远便到海南 过日子没钱 生了病没药 几乎就是流放 却始终 旷达乐观 一日 苏东坡外出 在沙湖道上 赶上了下雨 拿着语句的仆人 先前离开了 同行的人 都觉得很狼狈 只有他不这么觉得 这就有了 著名的定风波 莫听川林 大夜声 何妨吟笑 且徐行 竹杖盲鞋 轻胜马 谁怕 一缩烟雨 任平生 一个人 有了一缩烟雨 任平生的洒脱 有了舍弃名利的觉悟 此生 无论是怎样的境遇 都不那么重要了 菜根坛中有云 宠辱不惊 闲看亭前 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 漫随窗外 云卷云梳 面对纷繁无杂的生活 你应该做的 是不断调适 自己内心的指针 找到自己的节奏感 努力地工作 生活 勿来顺应 就能做一个 不困惑的智者 一个不忧虑的忍者 很多时候 万事皆有因 必有果 是你的 不会因为你 不够完美而消失 不是你的 也不会因为 时机刚刚好 而降临 看似偶然 其实都是注定 印度流传四句 极具灵性的话 无论你遇见谁 他都是对的人 无论发生什么事 那都是 唯一会发生的事 不管事情开始于 哪个时刻 都是 对的时刻 已经 结束的 就已经 结束了 不管你 承不承认 人生中的 很多时候 你已经做了 当时能做的 最好选择 遇见最好的人 即使再来一次 谁也不敢保证 会比现在过得好 即使注定 又何必再执着懊悔 不如坦然处之 生命里遇见的 每一个人 无论好事 坏事 一切都是 最好的安排 而我们 唯一能做的 就是专注在 每个当下 始终怀着一颗 感恩之心 原来时 惜缘 缘去时 随缘 保持 随遇而安的心态 心无旁骛地 做好当下事 愿我们 都能珍惜 眼前人 走好 脚下路 不辜负 每一场 遇见 认真地过好 每一天 与朋友们 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 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 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 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 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